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节目 大盘今天涨了92点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开高震荡 在高点整理都没有下来 今天中涨是涨92点 大盘再连续拉回8天之后 今天做一个上涨 留下一个上影线 量能924亿 当然整体来讲 还是在一个月的盘整区 它并没有脱离 当然我们说这个盘 目前在9600点附近 或许你会觉得这个盘 不错啊 快到万点了 但是今年的万点 跟以往很大的不同 哪里不同 很多股票还在跌 真的吗 大盘都涨那么高了 对 头没有 今天都9600了 那还有很多股票在跌吗 有啊 这不是当然股票 头没有 这是去年EPS 8块3的股票 所以让很多人 想要去买最好的股票 买了华雅科 买了联法科 都最赚钱的公司 结果股价跌跌不休 所以开始产生 对这个盘市的迷惑 跟信心的动摇 当然因为这样 你就会去买 都乱七八糟的股票 因为很多人 反正买这个基本面好 都中不到 那就去买其他的盘门走道的股票 那买什么股票 比如说买这个刚刚挂牌的 当然要带你操作的人 他一定会讲一个道理给你听 讲的很有道理 刚刚挂牌 股本很小 因为还没有增资 当然股本很小 第二个 筹码面非常的干净 这都对的 刚挂牌 还没有被市场 这个超过嘛 所以他当然筹码面 非常的干净 所以他告诉你 这种股票 股本很小 筹码面又干净 很容易拉台 那很多人当然就信以为真 然后就去买了 那买完之后发现 好像不对了 好像这个里面 有很多的问题了 真的吗 这都刚挂牌 你看挂牌 就是最高点 76 跌到37.2 那你看这一段下跌 幅度高达50% 才短短的两个月 这对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你两个月 把财产赔掉一半 天哪 那还得了 头都没有 所以你会觉得 这股票好像没有那么单纯 股本两一 那为什么跌跌不休 应该涨上去才对 可是事实上就是跌下来了 那为什么会跌下来 刚挂牌就最高点 你看这一样 同一张 原来刚挂牌就转空了 三线都在空方 所以你根本就不应该 去买这种股票 买完之后50%不见了 原来是空头格局 最高点就已经卖出去 然后出现了 当然绝对不要只有一档 还有什么 这个都是刚挂牌而已 有没有 挂牌之后 怎么跌了60几% 所以你发现高点 天哪 最高点就卖出讯号就已经出现 然后就一路跌下来 真的吗 有吗 你看不到 你当然看不到 因为你用的操盘工具是一般的 那你把它换成好一点的操盘工具 你就看到这里很多卖出讯号了 真的有 是不是在最高点分 就出现两个卖出讯号了 然后这样一路这样跌下来 你发现这格局都是空头格局 那反弹到这里又碰到一大堆反压 又打回来 所以你看一不小心 从8月到现在 同学们 8月到现在7个月 跌到66%了 天哪好可怕 这都是刚挂牌的股票 股本只有317 所以听我讲到现在 你会觉得刚挂牌就是很好吗 这是获利的保证吗 好像不是这样 这都挂牌没多久 得应 这叫单股所单 什么叫单股所单 就把所有资金买一档股票 叫单股所单 单股所单 说真的我很不认同 为什么 这就是股市的妖怪 我怎么会认同 为什么说单股所单 它是股市的妖怪 股市妖怪很多 因为乱世出妖怪 乱世出标股 乱世出英雄 以前是乱世出英雄 现在在股市里面 乱世出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标股 很多股票涨一倍 两倍三倍 第二个出什么 出妖怪 这也是妖怪 不管是买新挂牌的 还是单股所单 这都是妖怪 为什么 那很简单 我们就来问问股神巴菲特 问问全美最佳基金超判人 彼得林区 你问他们 有没有在搞单股所单的 最厉害的人 巴菲特在这里 你问他 看他有没有搞过什么单股所单 全世界的全部财产只压一档 巴菲特不可能这样做 你把他所有书读片 没有这种理论 懂意思吗 不可能有这种理论 这是最伟大的一个操盘人 他叫彼得林区 除了巴菲特之外 很有名的一个人 叫彼得林区 他会不会跟你讲单股所单 你把他所有书翻骗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妖怪 是一个歪理 但是很多人被骗了 单股所单 那如果可以 很简单 他就涨给我们看 你想想看 你把所有资金都买一档股票 那股票力量多大 标起来多恐怖 那为什么往下标 那为什么没有往上标 所以表示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有问题的 不但有问题 问题重重 早就转空了 所以这种股票不能买 这个又是新挂牌的股票 那你不要小看这一段 这一段三个月而已 你知道跌多少吗 快六成 三个月快六成 头上边你看几乎每天都在跌 所以当买进这种股票 你看他心里是多么的痛苦 多么的挣扎 怎么会这样 这不是新挂牌的股票吗 股本六亿而已 这么小的股本 这么安定的筹码 为什么可以跌得快六成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这是刚挂牌的 这段股票 市场疯传 我不知道听了几时 跟我抢这个消息 要炒到五百元 每一个告诉我的 我跟他说你不要被骗了 你不要被骗了 什么炒到五百元 二四六 哪是五百 为什么这样跌跌不休 这格局就不对 要怎么炒 这格局就不对 都很转空了怎么怎么涨 但是你不知道你就会受骗了 然后一骗进去你财产可能损失又是一半 短短两个月你看都可以跌那么深 有没有为什么 就走空了 你去买这种股票有什么用呢 有没有 这都是啊 哇怎么会跌那么深 到这边 你看不出这是反压重重 一路都是卖讯的股票吗 那你先想想看这些股票 都可能是新挂牌的股票 那如果都可以跌那么深 跌四层 跌五层 跌六层 甚至跌68%的 那如果都是同一个人在炒作的 哇那问题很大耶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些股票都是同一个人在介绍的 后面可能会有不可告人之事耶 那我跟打击就这样 打击每一次都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 坑杀了多少投资人 你觉得这个没有内幕吗 后面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啊 你想想看就知道了 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介绍 每一次的股票都是这种样子 打击就每一次都这样 那很简单啊 一定是有问题的嘛 不然怎么可能这样 后面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 你要小心 懂意思吗 所以现在乱世啊 妖怪很多 当股所担啊 只讲一档啊 只讲一档 到最后减掉缩售股价不断跌停 投资人欲酷无泪 都有 专买新挂牌的 我还是要强调 不是新挂牌不能买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小心 小心什么 我再讲一遍 如果有一些股票都是同一个人跟你介绍 然后每一档都跌三层 跌四层 跌五层 跌六层 你要小心 为什么 一定后面有不可告人之事 有一天减掉缩售又开始跌停 怎么可能他介绍的股票 每一次都这样中错 那一定有问题嘛 一定是倒货给散户嘛 对不对 刚挂牌最安 股本最小抽嘛 最安定啊 怎么可能会这样 所以后面一定有很多故事的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在乱世里面妖怪很多 因为不好做 你可能买联发科 很好 基本上很好 本利比很低 EPS很高 你买了华雅科 那买最好股票不涨 就开始盘门走道 什么单股所单啊 对不对 只讲一档的啦 专买这些新挂牌的啊 到最后你发现你都被骗了 为什么 随便一档 你都会伤得很重 四层五层六层 你绝对受不了了 懂意思吗 还有一种妖怪 这个最可恶 为什么说最后这个妖怪最可恶 他是投顾之耻辱啊 我也是投顾人啊 我当然希望我们这个行业是很干净的 不要一直乱七八糟的 这些都是妖怪 这些都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如果我来当经管会主委 这些全部都关键币 永远不准上电视 因为伤害投资人嘛 可惜我不是啊 所以我只是一个分析师 我只能 我也不答应讲这个 讲这个会得罪人 但是有说 偶尔讲一次了 这个最糟糕的 选出来只有一档会连标三天 事实上有这种东西吗 如果有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讲多久了 选赏两千万 选出来只有一档会连标三天 选赏两千万 我讲超过一年了 搞不好快两年 没有人来应征啊 你跟别人买的 也可以啊 没关系 你跟别人买的 你哪来卖我嘛 你可能买几万块 你哪来卖我 我就给你两千万啊 你证明给我看嘛 选出来只有一档会连标三天 你证明给我看 有这种东西吗 没有啊 当然你会说有啊 过去都很准 这个也很准啊 每一期都很准哦 这个每一期都很准 工艺彩券 威力彩 每一期都很准哦 每一期都很准 对不对 为什么每一期都很准 排开了你当然知道哪一个号码 那你告诉我 接下来要开这一期要开多少号 不知道 过去的都很准的 行情都走 你当然知道 过去哪一档股票连拉三天啊 那你告诉我今天你选到哪一档 你告诉我嘛 这一期威力彩要开哪一 你不要说过去 过去每个都知道 对不对 三天前哪一档股票 可以两天前五天前十天前 一个月前都知道啊 跟乐透一样嘛 跟威力彩一样嘛 哈马都开出来谁不知道 我都知道 每一期 这个每一期我都知道 但是最近要开这一期 还没有开这一期我不知道 股票都涨完了 盘都瘦了 你当然知道哪一档涨停板 哪一档连拉三天啊 那你告诉我 今天你选出来哪一档连拉三天 那你明天要选出哪一档 你公开讲嘛 绝对没办法 都讲过去 哦 这个五天前哪一支 啊八天前哪一支 啊这不是犯屁吗 这欺骗投资人嘛 看到没有 把投资人当作笨蛋 把主管机关当作瞎眼睛 都千万没看 我不晓得主管机关 他们瞎眼睛我不知道 啊怎么每天在那边鬼扯 骗人都没有被抓 也没有被停牌 这真的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在这样 用这种欺骗的东西 在欺骗投资人 在这种电视频道 公然在那边说谎骗人 那不是投顾支持是什么 当然就投顾这最大羞耻 很简单嘛 拿出来证明给大家看嘛 如果有很简单 张一鸣立刻离开荧光 我不上电视 我来算这个就好了啊 我选出来三天就10%了啊 三天就10%了啊 台湾郭台铭算什么 你很快就被我追过去了 我财产不要多 我现在1亿就好 1亿就好 3天10% 3天就被1亿千万 这3天 1.2亿 很快啦 我跟你讲 郭台铭就被我追过去了 我立刻退休 拿出来啊 你卖我啊 没关系啊 我就跟你买啊 我立刻退休 问题就没有这种东西啊 那不是欺骗投资人吗 所以我们在乱世里面 妖怪很多啦 所以你不要被骗了 妖怪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这里啊 这西头妖怪村 很多妖怪哦 因为他们把他弄这种 把他做各种形状的妖怪 对不对 那很多小朋友去啊 很开心 当然都是妖怪都是假的 玩得很开心 西头妖怪村 最多妖怪 股市里面 也有很多妖怪 当你做不赢的时候 输了你可能很急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股市路不难啊 难在当你犯错的时候 你不要去找邪门歪道 你要冷静下来 要理智 要来找正确的道路 这最难的 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被妖怪骗 怎么买都不会赢啊 华雅科最好基本面也不会赢 1.8块3也不会赢 你这样套了一屁股 联发科1.8块30块也输 他最后迷惑了 就开始找旁门走道 最后碰到很多妖怪哦 特别 没有一个人会一辈子顺利啦 不可能啦 当不如意的时候 不要认为自己走衰运 股票做不定 去把祖先的浮沫挖起来 说啊这个祖先浮沫不对了 不可以哦 不要这样想 懂得吗 不要认为自己所衰运 而是要放一个方式去面对未来 找到你人生的灯塔 懂意思吗 不过神在闪不怕 鬼在闪哭哭哭 这不对的东西 你一直在找旁门走道 那个没有用的 最后你会伤得非常非常重 这是东营的灯塔 这座灯塔是我们政府列了三级古迹 为什么政府把这个东营的灯塔 列作三级古迹 因为它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 因为当时一百多年前 英国有一艘船叫苏布伦浩 它在这里附近沉船 触礁沉船 所以英国就建了一座灯塔在这里 避免下一个船不小心又触礁了 那船为什么会触礁 那就没有灯塔 他不晓得那里靠岸大雾嘛 最后撞上去了就沉了 所以再把灯塔建起来 那建起来之后就不会 你就 雾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灯塔 你就是这是陆地你就不会撞过来 懂意思吗 就是因为海巷混沌不明 所以你才需要灯塔的指引 所以股市场 股票上也一样 这是我去那边旅行的时候 拍的照片 这个是我 就是海巷不明 你才需要灯塔的指引 那股市又何谈不是 就是因为现在混沌不明 你更要找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你的人 当你看到灯塔 你人生就会看到希望 为什么你找那些歪门 邪门歪大的股票 因为你不晓得哪里有人做得很好 绩效做得很棒 那如果你知道你要找那个吗 当然不用 哇 这多久啊 10个月 10个月竟然可以赚到260几块 做几次 123 456 6次而已 这将近股价 今天快一倍了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人 这谁做 这我做的 这我的绩效 如果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人 你还需要找到这些门歪道吗 应该就不需要了嘛 对不对 有没有 这是我的座右铭 如果可以找到对的方法 所有人生的梦想 都可以实现 这绝对可以 你只是没有找到对的方法而已 对的方法在哪里 注意看 如果有一档股票 你可以从这里把它做上来 那你还需要去找那些门外道吗 你还要看那些被那妖怪骗骗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怎么做这一段 你再知道低档在这里 中间不要被洗掉嘛 来注意看 方法在这里 哦 低档出现很多买进去讯号 乖乖给它报上了 因为有没有卖出讯号 就乖乖给它报上 那这一段就是你的 有没有很困难 好像不会嘛 这个一样 很多买进去讯号出现就是低档了 懂吗 乖乖给它报上来 可能三个月后 这就是你的啊 懂意思吗 所以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啦 有没有 16块 71 这样就四倍啦 这有很困难吗 不会啊 当然你会说 都涨那么多 我也不敢追 我当然知道你不敢追 那如果刚刚发动 你会不敢追吗 油田 先涨停板 这是我特别会很操作的股票 这是不是一个盘整区 盘完之后开始涨上来 跳空 脱离盘整区 有没有涨上来 那我们看它形态是什么 盘整区上有卖进 上有卖出 下有买进 到开喷出之前 买进去需要会连续出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有没有 那三线正式翻多喷出 哦 那这好像还没涨多少嘛 下次你碰到这种股票 你看得懂 你就找到灯塔 你下次就不会再被迷惑 你输掉钱 就有机会赢回来了嘛 懂意思吗 好 这场演讲会记得把电话打通 完成罢名 台中跟台南 那我们这场演讲会在4月11号 礼拜六举行 上午在台南下午在台中 我的演讲会 因为都是免费的技术讲座 所以几乎常常都爆满 到现在还没有一场没有爆满 每一次人都是位置一定坐满满的 没有位置可以坐了 都满了 甚至有些人会坐在地上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坐在地上啊 就是没有椅子 他坐在地上 他有椅子要坐地上吗 为什么没有椅子 人太多了嘛 所有主办单位说椅子都拿出来了 没用 没办法他们只能坐地上 他们说没关系 因为张老师你站着讲两个小时 我们坐在地上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比你累嘛 我们要得到很多东西 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希望你能够找点到 完成报名再过来 不要坐地上 这场演讲非常的重要 可能是改变你一生的一场演讲 后续你在这里会找到你人生中的灯塔 记得把电话打通完整报名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上核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核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大雨国际股神系统演讲 4月11号星期六上午在台南 下午在台中 要告诉您 2015与大户同步操作技巧 严选黑马股技巧发表会 免费入场作为有限 额满为止 请先来电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免费 明镜与点点核免费 明镜与点核免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免费 欢迎回来到现场 今年的行情是有史以来最诡异的行情 为什么 大盘现在在9600店 那你看这股票 哇 怎么它跌了38% 那一定会说它是不是很烂的股票 错 它很棒 去年1PS 8块3将近赚一个股本 一家公司一年要赚一个股本 绝对是很多很多赞的 那不是烂公司 为什么赚了8块3的公司股价可以跌38% 这不合理啊 当然不合理啊 股价本来就不讲道理的 对不对 那你看大盘的背景是这样涨 它为什么这样跌 头一边 所以想想看1PS 8块3跌成这样 所以很多人做股票 第一个老师计算机算来算去 头一边 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股价可以用数学算 那还会有人赔钱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谁不会数学 那数学老师最会数学 他都住在地宝了 你去看地宝之物 有没有一个数学老师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 它为什么跌成这样 那买在这样股票的人心里很痛 为什么 大盘每天涨 它股票每天跌 8个月哦 这心情你看何等的复杂 那心里多么痛苦 多么的焦虑 它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为什么基本上这么好 获利这么半股价不会涨 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自己变笨了 头没有 那你想想看 一个投资人的心声 他告诉我了 他说他买了这样股票之后 8个月没有睡好 为什么 就大盘每天涨 他股票每天跌 他快疯了 头没有 8个月 一套8个月 大盘每天涨 他每天跌 股票在哭泣 他的心情也跟着哭泣 晚上失眠睡不着 得了忧郁症快疯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你看这种股票应该怎么操作 放空就对了 有啊 我空两次了 为什么要放空它 你看这张图卡去年讲了 你说你这个搞不好吹牛的 来 拿书给你看 这本书是我写的 叫张一鸣股市录1到200 来 翻开 有没有 要随趋势变动而调整持股认动 不要死脑筋 趋势走空 你还沉醉在原本力度当中 这一段股票就叫做华雅科 有哦 就用华雅科举例子 有没有 所以想想看 这早就讲了 当然重播带都还在 来 导播请进重播带 那我们这两股票应该怎么操作 来 答案不在这里吗 就是空头隔绝 所以很简单 没什么好讲 就是放空而已 有没有跟你讲 就是放空而已 没什么好讲的 有啊 你看这几个月前重播带 八个月前了 对不对 那八个月过去了 天啊 你看这怎么买 这都是反压啊 这怎么买 那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不会去买这种股票了 可是股市投资人都看不懂 没办法 股市中的人都不觉得 自己在做傻事 买了华雅科就做傻事 但存者会告诉你真相 你钱越来越少了 存者不会跟你说谎了 对不对 来我们看第二档 哇 联发科被调降平等 被外资调降平等 那你说联发科股价跌成这个样子 天啊 你看今天又差点破底 409 高点500多块 现在跌到409 跌了快100块了 那请问联发科是不是烂公司 错 联发科很棒 这昨天新闻 苹果日报等的 大力光 把这个放大一点 在这里 第一名 获利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四名就是联发科 EPS30块 赚了三个股本 他怎么会是烂公司 EPS第四名 怎么会烂公司 但是股价 天哪 怎么跌成这样 所以买到的人 102人 EPS20 103人 EPS30 买到人大概疯了 股价 怎么会这样 气死头 骗你 来 那你想想看 什么格局 哇 这早就转空了 你干嘛爆这种股票 当然赵一鸣不是今天讲的 我早就讲了 什么时候 1月27 当股价在500块 我就跟你讲 这股票不能再追了 真的有讲吗 来导播进冲播袋 那目前在500块附近 那你看过来 法尼亚在哪里 在这里啊 特写 就在这里啊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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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发现 这个价位 怎么样 就是这里啊 就这个价位啊 所以告诉我们 通到这里要怎么样 要开始大震荡了 要开始洗盘了 所以你知道这两股票 你暂时就要先出场一次了 是不是跟你讲 你要先出场了 500块就讲了 今天409了 对不对 早听我的话 你就不会套那么深了 因为时间也快到 很多资料没有讲 很多股票是不能买的 来 那你会说 那什么股票可以买 这怎么会涨1.5倍 所以你来研究一下 你如何买到这种股票 然后一路给它爆上来 当你找到这个方法 你人生就快乐了嘛 对不对 来 怎么办 来啊 注意看 答案在这里 很多买性讯号出现 然后乖乖给它爆上 为什么 因为没有卖讯嘛 那这个就是你的 这157%就是你的 当然还有别的股票嘛 有啊 所以是一倍 也是这样啊 有没有 乖乖给它爆上来嘛 有没有 四倍的都一样 你乖乖给它爆上来 这一罐 16到70 这一罐就是你的 当然你会说 它涨那么多 我怎么追 有刚刚涨的啊 有啊 盘整区嘛 刚刚而已啊 有没有 有盘整区啊 刚刚买进去 刚刚而已啊 怎么会没有 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股票 我都会告诉你 有没有 找到对的方法 所有人生的梦想 都可以实现 我怎么告诉你 来 这场演讲 4月11号礼拜六 上午在台南 下午在台中 一场免费技术分析的讲座 我的讲座一定会爆满 没有一次不爆满 都不但爆满坐地上 那我希望你赶快完成电话打通 完成报名 完成报名 打通电话 完成报名的准时到会场 我会把 未来要怎么操作 哪些股票是要避开 哪些股票是一个多头格局 你将有机会赚大钱 我会告诉你 怎么来分析 找到这种股票 在这场演讲里面 我通通会告诉你 我们今天进到这里 记得把电话打通 完成报名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上核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核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大宇国际普神系统演讲 4月11号星期六上午在台南 下午在台中 那我告诉您2015 与大户同步操作技巧 严选黑马股技巧发表会 免费入场作为有限 额满为止 请先来电约 下一个报导 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